臺灣年度代表姿大選活動 今年邁入第十四年 經過二十七天的民眾票選 二零二一的代表字出爐 是由宅拿下 臺灣二零二一代表字是哪個字 衛福部長陳時中提出 和 桃園市長鄭文燦和作家 王文華等四位名人提了宅 柔道男神楊永偉覺得是勇 網球好手盧彥勳 今年所有的臺灣運動員 在國際賽場上的表現非常亮眼 立足臺灣然後在世界發光發了 然後我們臺灣防疫得非常好 每個人認為的代表字不盡相同 不過今年持續受疫情影響 尤其五月中進入三級警戒 哪都不能去 在家工作之後本土疫情趨緩 國際間又來了Omicron 有名人提名的三十六個候選字 這個字在票選時獲得八千四百零二票的 最高票 請啟動 公布 臺灣二零二一年度代表字 宅智 宅智拿下臺灣二零二一代表字 盧彥勳覺得五味雜陳 因為疫情下行動受限 卻也多了和家人相處時間 有好有壞 而二零一九代表字亂 二零二零則是疫 連三年的代表字給人較多負面 感覺 展望二零二二希望疫情受控 大家可以不用再這麼宅 來 出去走走看看這個世界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